在现代健康养生的潮流中,人们有形形色色的折腾方法,然而对于保证健康最基本的需求,睡眠,很多人却难以保证生活的情绪,工作的压力,但很多人在寂静的凌晨一就瞪大双眼,难以入眠。 2017年时,中国睡眠研究会报告层称,中国成年人失眠率达到38%,这么多的人睡不着,怎么办? 其实对于改善睡眠质量,似乎像智能床垫、枕头等,让人更容易理解产品功能。 那么,小睡眠为什么会做纯粹的互联网睡眠产品服务呢? 创始人邹邹表示,小睡眠,有自己的一套对于市场的认识,他从三个方面解释,一是市场痛点,现在市场上的确有很多做睡眠质量监测的产品,但是往往是给了用户监测报告以后就没有下文了,因为他们更多的是硬件的基因,而我们的团队是基于移动互联网家心理学的基因,二是市场需求。 小睡眠的目标用户群体,不是睡眠障碍群体,不是需要看医生吃药的群体,而是预长受睡眠困扰的群体。 比如,因为环境噪音,或者因为情绪心情影响不能入眠的人,它比起睡眠障碍市场更加普遍。 凡是睡眠的仪式感,绝到部分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,十一点已经躺在床上准备睡觉,更可能刷一会儿微博就已经两三点了。 他们一方面被教育晚睡对身体不好,一方面也没有时间一时,这是现代人的特点。 小睡眠希望通过手机应用的方式,让用户借助小睡眠,建立一个睡眠仪式。 小睡眠APP主界面,当然,如一你要选择困难症,或者需要一些指导,你可以在APP上进入到小实验室的功能,然后将手指贴着手机摄像头,通过PPG用光电容镜描迹技术。 摄像头可以将你的生理状态如血液的流量,来监测你的压力和紧张程度,然后推荐合适的音频,再反馈看你对这个音频的反应如何。 这个监测过程会持续一分钟左右,主要是帮助人们专注。 从2017年上线以来,小睡眠APP和小程序已经累计3000多万的用户,200万。 但我们觉得现在量级离真正的睡眠市场的量级还是很远的。 但是其问题就是货客成本较高,这对于创业公司来说,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。 不过,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困扰小睡眠,基金方面比较充裕。 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团队非常擅长做流量,可以把流量成本做得非常低。 这也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,新潮科技已经完成两轮融资,分别是海康威视的创始人工洪家的,500万天使和广州基金的,2000万A轮融资。 而团队方面,则是基金算机,系力学,医学技能为一身的邹邹,盖联了一群在互联网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团队一起战斗。 小睡眠,风声与声读书声,哪个催眠选那个创业,最先出现在动点科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